闪婚娇妻太迷人 第154集,她值得更好的舞台 第二天,新河湾幼儿园门口 夏末看着熟悉的环境,却是物是人非 之前自己跟黎生说的那些话,黎生应该是走了 幼儿园现在已经被穆罕宇收购了吗 小糯米看着妈咪站在那里,看着校门口发呆 扬起粉雕欲灼的脸,不解地眨着眼睛 妈咪,走呀 夏末回过神来,幼儿园的门口已经有老师过来在门口迎接 孙老师也已经来了,站在那里眼神有些疲惫 但是对着来的学生还是笑得很清和的 早上好,安安 早上好,安安妈妈 孙老师,早上好 小糯米扬着漂亮的眉毛,唇叫高高地扬起 看得出来,小糯米是真心很高兴 她差不多有一个星期没有来上学了 她还真挺想念学校的 学校里有老师教知识,还有小朋友一起玩 她还想去看看黎生叔叔 不知道黎生叔叔怎么样了 那天她给自己发了个短信 但是电话根本就打不通 孙老师给糯米检查了一下仪表 然后对着小糯米甜甜一笑 安安,乖乖进去教室哦 张老师在里面 糯米摁了一声,往教室走去 嗯 她走得不是很快 转弯的时候还转过头来 往门口看了一眼 妈咪还没走 站在门口看着她 糯米扬起小胖手跟妈咪呆了一下 走进了自己的班级 她本来是想走慢一点 等妈咪走后,偷偷地溜到楼上去看一下黎生叔叔有没有来了 现在只好等其他的时间了 夏末等小糯米走进了教室 才回过头来看向孙老师 正好孙老师也看着夏末 有些欲言又止 旁边还站着其他班级的老师 夏末对着孙老师微微一笑 孙老师,我有点事情想问一下,方便吗 夏末看着不远处有一个木椅子 孙老师一下就明白了她的意思 跟着夏末走了过去坐了下来 孙老师,安安妈妈 他们面面相去了一下 又双双苦笑了一下 孙老师先开了口 安安妈妈,你先说 夏末还要上班 他也不客套了,直接问 离生还有在幼儿园吗 孙老师摇了摇头,叹了口气 没有了,离校长把事情都交代给了张副校长了 然后就没有再过来学校了 他真的走了 夏末垂了垂眸 他的心里很自责 但是这对离生来说何尝不是件好事 他相信离生是可以干大事的人 他该有自己的人生 孙老师又说 孙老师也给我发消息了 他说他很好,让我不要担心 还拜托我一定要照顾好安安 我还以为 看你知不知道他在哪里 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一定要离开幼儿园 他是被逼的吗 孙老师一股脑地把自己的想法吐了出来 他说着眼眶也发红了 之前是万豪的人要来收购 可是离校长不知道用什么方法 学校是不用收购了 但是离校长却不见了 离校长那么照顾夏末 他还以为他能知道一些 对不起 夏末抱歉又自责地说了一句 孙老师不知道前因后果 他还以为夏末是在因为不知道离校长的信息而道歉 啊 瞧我刚才着急了 这事跟你没有什么关系 你倒什么钱呢 孙老师 你要知道离校长的消息 麻烦跟我说一声 谢谢你 夏末看着孙老师说 眼神真挚 他没有想过要去找他 可是他想听到他过得平安 他才可以放心一些 嗯 孙老师点了点头 想起什么 然后就又问了一句 哎 妈妈 我之前看您报名资料的时候看到 您也是心合振的 您跟离校长是同乡是吗 夏末点了点头 也没有隐瞒 嗯 我跟离生不仅是同乡 还是同学 怪不得离校长看着安安妈妈的眼神 跟看着别人的眼神有所不同 原来 他们是同学 那你有他家里人的联系方式吗 你有没有办法问问看 看他是不是回去镇上了 孙老师的眼神里闪过一丝的希望 夏末眼神复杂地看了一下孙老师 神情恍惚 抱歉 孙老师 我已经很多年没有跟镇上的那些人交流 我 他五年前怀了小糯米 然后就离开了星河镇 没有再跟任何人联系 他对离生这些年是一无所知 也没有他其他亲人的联系方式 孙老师扯了扯唇角 安安 妈妈 你人很好 你不用自责 没有就算了 离校长要离开 一定有他离开的理由 我一定好好努力 把星空幼儿园办得越来越好 等离校长回来 夏末抿了抿唇 点了点头 嗯 安安有你这样的老师 真的是他的幸运 孙老师 我还有件事 想要麻烦你 刘露曾经告诉过他 小糯米那天找离生 来找他的时候 被警察抓走的 也就是小糯米 他是知道离生被抓走的 小糯米虽然什么都没有跟他说 但是夏末知道 小糯米心性善良 他一定是又自责 又担心离生的 所以他要拜托一下孙老师 给小糯米撒一个善意的谎言 安安妈妈 您直说 我办得到的 我一定会尽全力的 孙老师的眼神眨巴了一下 安安妈妈是离校长的朋友 那也是他孙老师的朋友 而且安安妈妈 人又漂亮又温和又善良 他也是很愿意帮他忙的 夏末被孙老师那认真的样子 给逗笑了 孙老师 你不用紧张 不是什么大事情 就是安安有点担心离校长 能不能找个机会 跟糯米说一下 离校长没有事 他只是出差了 还有 你不要跟他说 是我交代的 糯米根本不知道 他已经知道离生被抓 现在离生已经出狱了 想必糯米也是知道了 他应该是不想自己知道了 会担心 所以才没有告诉他 那他也就假装不知道好了 可以啊 孙老师一下子就答应了 我今天找个机会跟他说一下 那就谢谢孙老师了 夏末还要上班 说完就准备离开 看着孙老师有些疲惫的面容 他又转过身安慰了一句 孙老师 我相信离生那么好的人 不会有事的 他是个有才华的人 值得有更好的舞台 夏末一进策划部 原本窃窃私语讨论着的什么策划部 突然安静了下来 不少人的目光朝他看过来 眼神有些奇怪 策划部的人都看过夏末 绿了总裁的那些照片 而且他在没有请假 直接矿工了一个星期的情况下 还能回来上班 策划部的大多数人 看得简直要跌破眼镜 而且他们昨天还看到了 总裁和漂亮女明星 顾潇潇的视频 视频上的总裁 护着女星顾潇潇 离开了粉丝跟记者的围堵 他搂着他的腰 很体贴 而且他们男才女貌的 特别般配 他们围在一起 就是讨论这个事 虽然那些视频在网上 没有多久就被删除了 但是一传十 十传百 还是很快速地扩散了 夏末知道 大家都是怎么看自己的 他无视掉那些鄙夷的眼光 直接坐回到了自己的位置上去 原本Amy的位置 现在已经换了人 是Amy以前的助理小凡 他惊诧地睁大了眼睛 看着若无其事 坐回自己位置上的夏末 你怎么来了 小凡脱口而出 语气里的诧异和鄙夷 是那么的明显 仿佛夏末 他就不应该出现在这里 昨天早上 Amy在给他发信息的时候 说夏末有可能还会来公司 他本来是半信半疑的 后来下午就看到了 沐少跟一个美女明星的视频 沐少扶着他 动作亲你 网上爆出消息 美女明星顾潇潇 为爱归国 正在与超级钻石王老五 牧师集团的总裁 穆罕宽谈恋爱 他还得意洋洋地想 那个夏末想着被总裁给抛弃了的 是没有可能再来公司的 没有想到 竟然他真的又来上班了 夏末对着小凡 职业地微微一笑 算是打过招呼了 然后牵牵玉手打开了电脑 以前他一直觉得Amy人很好 可是他却在背后捅了一刀 他知道那些照片不是他拍的 但是他看到那些照片的时候 完全可以先告诉他 而不是直接发在了公司群里 刻画部里的人 都是见过他那些照片的 从刚刚他们诧异的眼神里 夏末就知道 他们眼神里的不善 而小凡根本没有打算掩饰的鄙夷 他怎么会听不出来 他已经是跳过一次海了 他清楚地知道 现在的自己要什么 小凡见夏末根本不搭理他 记得双手握紧了手上的文件 眼底几乎能喷出火来 狐狸精 虽然我不知道你又勾搭上了谁 让你重新过来上班 但是很快你就会被赶出策划部的 你别得意 小凡说的话有些大声 策划部的其他人 本来就是看向这里 对小凡这么一嚷嚷 大家看着夏末的眼神 就更加的鄙夷了 我看总裁是看在女儿的份上 才对他那么宽容的 我听秘书办的人说 那小女孩真的是总裁的亲生女儿 也不知道他使的是什么手段 竟然能爬上总裁的床 真的就是狐狸精 我看他呀就是为了钱 从总裁这里额钱去养他那个小白脸 真以为自己有点姿色就可以为所欲为 不过别看他一副小白兔 惹人恋爱的样子 手段高明得很 连总裁都找了他的道 还不都是一些狐媚手段 不过昨天的视频你们有没有看 郑公娘娘回来了 看他还得瑟 他们讨论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 前面那些夏末没有听到 最后一句他倒是听到了 郑公娘娘要回来了 他们说的是昨天穆罕宇抱的那个女人吗 夏末握着鼠标的手紧了紧 面上依然是平静的样子 他什么样的嘲讽没有听过 他们爱说就让他说呗 沉默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打击 就像吵架的人 一方一定要吵架 一方却不开口吵架 气死他 众人看到默不作声的夏末 也觉得无趣 上班的时间也到了 大家也就散了 去做自己的事情 小凡看着策划部的其他人 对他议论纷纷 唇角先是构起一抹冷笑 明显他在办公室里 是很不受欢迎的 所以即便他又回来策划部 那又怎么样 总有一天 他要让他灰溜溜地离开策划部 想着 小凡起身 去茶水间泡了一杯咖啡 小心翼翼地朝总经理 韩晶晶的办公室走去 恭敬地敲了敲门 请进 小凡 小凡走了进去 笑容满面地对着韩经理说 韩经理 您的咖啡 自从小凡当上了策划专员 他就想法地讨好韩经理 毕竟策划部都是韩经理说的算的 韩经理工作能力很强 平常不太走行事 他直接问道 有什么事吗 小凡顿了顿 一副想说又不敢说的样子 韩经理停下手上的工作 看着小凡 小凡这才开口 那个夏末回来上班了 他来了 韩经理对这个夏末 还真是有些不满 策划部向来以实力说话 这个夏末 是牧总裁硬塞进来的 当初他进来的时候 还信誓旦旦地说 一定会把事情给做好的 可是自从他进来之后 策划部似乎就被他搞得乌烟瘴气的 迟到早退不说 得力的Amy 竟然突然就被辞退了 还被抓进了警察局 这件事 Amy确实也有错的地方 但也没有到那么严重的地步 他自己不检点一点 还怕别人知道他那点破事吗 牧总那么好 有多少人想要巴结都巴结不上 他倒好 直接绿了总裁 害得他们一行主管半夜起来加班 一个个打电话删除群里的照片 想到这里 韩晶晶就更加的不爽了 以为这个女人应该彻底地从策划部消失了 更加不爽的是 昨天人事部经理何亚东亲自到他家里去 夏末要回来上班了 听到这一消息的韩晶晶 惊叉得眼珠子都快掉下来了 怎么可能 先不说他跟外面小白脸的事情是真是假 可是终究是有损总裁的颜面 虽然没有传出去上报纸 但是几乎公司的人都知道了 这就算了 他足足矿工了一个星期 还是带薪休假 这是什么骚操作 再问好 别说是他手下员工 就算是他自己要赶矿工 那都是直接开除的 可是昨天 何亚东在他家好说歹说 说是总裁的意思 不要大家难做 韩晶晶没有办法 只好答应了 一个小小的策划专员 竟然两次用总裁来压他 韩经理 小凡看到韩晶晶一言不发地 又叫了一句